现在你们俩这钱是怎么个管理法 是各挣各的 各花各的 各花各的 他没钱的话 我会借他一点 你借他钱 他再借给朋友 是吧 对 有一次 就是我以前不是在做一个销售吗 当时一个朋友对我挺好的 照顾对我也挺多的 我就说 这个人不错 到月底不是有业绩吗 有业绩 然后我就说 我把我的业绩给你吧 你压力比较大 孩子啊 什么都比较多 我在大学也没什么压力 我就说 我把我的业绩全给你 就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和我生气 那我肯定得生气啊 你不得为我们的未来考虑一下吗 你每次总会为别人着想 别人结婚了 孩子压力大 那我们还没结婚呢 你不得准备结婚啊 那暂时就给他两个月的业绩 我觉得也没什么呀 他对我好 我就不能对他付出一点吗 那我对你也挺好的呀 你怎么不对我好一点呢 也没见你把这个钱 给我买什么礼物 买的你不是都不喜欢吗 那我还不是心疼你吗 我知道你没钱 你买了你吃什么呀 还有一次 我觉得他太过分了 就是我俩在街上 看见一个就是比较穷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他肯定是乞丐 绝对是乞丐 他就说 不是 因为我之前看到过 跟他这样同样的乞讨方式 我知道那是骗子 我叫他不要给钱 那就不是骗子 那肯定不是骗子 我觉得他就不像骗子 他非说那是骗子 我都跟你解释过了 我说就算你同情他给钱 人家给一两块吧 他给一百块钱 他身上就那吃饭的钱一百块钱了 他都给了 然后我觉得一百块也不多 因为他那么冷的天 穿那么薄的衣服 就站到那个大街上 身上都在发抖 那你给他了 你自己怎么过呢 一百块钱也无所谓 他就因为这件事和我生气 他说我是支持乞丐的工作 不是乞丐的工作 你这是骗子的工作 我都跟你解释过 你不是不听我的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是真的 他就非和我是假的 然后就因为这件事还吵了一架 女生好像我听起来是 对未来是有规划的和打算的 是这意思吧 我也不说对她抱有多大期待吧 我只希望她安安稳稳地上班 然后以后生活至少稳定点 现在的情况就是 每天挣的钱只够吃饭了 以后我的生活 我感觉看不到希望 对 所以我说你是对未来 其实是有打算有要求的 是吧 你是觉得女朋友脾气大 是这意思吗 对 她会为什么事发火 除了这些事还会为什么事发火 还有 还有一件就是 上次我给朋友借钱 她说我遇到急事了 我说怎么了 她说在火车站钱包被偷了 她说我要回家 然后也没钱吃饭 我说那要不行 我给你打一点 然后我身上本来就是那天 就和乞丐那是一天 然后本来就上五百块钱了嘛 我说你着急吃饭 那要不行我给你打四百吧 她把四百块钱给你借了 我就上了一百 之后也给乞丐了 她就和我伤气 我说你没有朋友吗 你难道你朋友遇到这种问题 你怎么办呀 那你帮就帮吧 要他们还你也不听我的话 后来一直让我问人家要 我说这怎么要啊 人家现在在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也没法要啊 他就一直逼着我要 因为这件事情每天生气 那谁没有几百块钱不能还给你 我就觉得他太过分了 就是这个钱本来应该就 不应该问人家要 人家好了自动就会给 你要天天追着人家要 那也不是这么回事啊 那你还觉得你有理了 你们俩对什么事会是有共识的呢 我很好奇 我就觉得她的性格是比较好的 但是没想到现在好到这种程度的话 我一些接受不了 就是她的优点现在变成了最大的缺点是吧 对 你们俩在什么问题上能达成共识 我的问题是 喜欢到处走一走 去那些旅游区啊 好一点的景点 就是你们俩喜欢结伴旅行 是这意思吧 那跟谁结伴旅行都行啊 因为她在旅行的途中还挺照顾我的 有什么事情都会提前去准备好 男生觉得女生脾气大是吧 对 她跟你发的最大一次火是怎样的 就是持续时间最长 伤害我最广的一次 还伤害很广 就是那次我也是公司吧 当时不是那个超市吗 开超市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热夏天 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个电风扇 没用一起经营的钱 然后用自己的钱 那本来就是大家一起要用的电风扇 你为什么要自己去先买呢 那我自己也要用啊 然后我就觉得我买也没什么 然后我就买了个电风扇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 她就和我吵起来 而且她那店里造兼职嘛 当时说好的是 兼职的钱另外出 但是后来因为店里的生意不是很好 然后又商量了 要不兼职的钱 从你的工资里面扣吧 那当时和我一起合伙的 那个老板嘛也没钱呀 然后我就觉得我说 要不就我先把这个钱给垫上吧 那人家的钱不能拖欠呀 老板没钱你就有钱了 那兼职的钱都发了 那也没多少啊 就几千块钱呀 发了还没发 当时承诺的是非常好的 说一年要给你挣多少钱啊 对未来也挺大憧憬的 最后还不是就发了一点点钱 那最后也发了呀 你自己发了多少自己知道 那就不到一万呀 不到一万是多少 发了五千 五千块钱 大半年发了五千块钱 都不够吃饭用的 他还往里面贴钱 就是因为那件事 我就贴了两次钱 他就一直坐着不停 那你这每件事情 就是这样的 你这样一点都不靠谱 不为我们的未来 做一下打算 我问一句 你们俩今天来干嘛来的 我现在比较糊涂 就是一开始听 是个董事会 讨论经营方向的 后来听起来 又像个财务汇报会 大家在这报财务的账 你们俩到底来干嘛来了 我没搞清楚 我就希望他以后 就是在对朋友这方面 能量力而行吧 然后也不要再给别人做苦力了 义务劳动了 为我们的未来也做一下打算 那你呢 朋友我先反驳一下他 不是你老反驳干嘛呀 朋友那本来该帮也得帮啊 以后你有困难 朋友也要帮你呀 那你有困难的时候 你朋友帮你的吗 每次你没钱了 还不都是我在帮你 我就希望他脾气别那么大了 动不动他就想起 那还不就是因为 你每次做的这些事情 又不听我的劝告 我现在才脾气这么大的 脾气太大了 你是要干嘛吧 你是让他改脾气呢 还是要跟他辩论 就让他脾气小一点 脾气小点 你还想跟人好吗 好 你打算怎么跟他好 他现在对你的意见就说 你看你这人内外不分 对内你很不好 对吧 你对我不好吗 他是太偏执了 我觉得我对他也比别人好 他就这么认为的 你怎么办啊 你要不要改啊 改 咋改啊 以后我给别人借钱了